高雄气暴发生的时候呢 这个凤翔一销副分队长陶婷舟 在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救人 但是车子却被炸得起火燃烧 而陶婷舟虽然说他的正职是修车厂老板 不过却参与过高雄一千三百多场的救灾 身受重伤的他现在昏迷指数只有三 同袍也都为他集气 希望他可以渡过难关 而另外呢 这个林亚小队长黄国栋 就在前曾跟女同事说 怕什么死就死 没有想到真的是在这一场气暴当中 呼吸过时 一销陶婷舟全身32%烧烫香 被请急送进高一 高雄气暴发生时 陶婷舟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没想到车子爆炸起火 来不及逃出 陶婷舟是奉翔一销副分队长 训练影片首次曝光 为了在火警时能救更多人 只要有训练他从不缺席 不管是垂降吊挂 统统拦不倒他 会随身携带五线电 那只要一听到说有救灾或是火警 他就会马上到现场协助 去年高雄罗家七人死亡火警 深入火场救出两位民众的就是陶婷舟 他有16年一销经验 不管是八八风灾 或是重大事故 他都会挺身而出 救灾经验超过1300次 非常的禁止 他晚上时间大概八点到十点 甚至更晚到十二点都会再分队邪寻 还有不幸离难的林雅小队长黄国栋 气爆发生后 他跟一同出情的女霄说 当消防队员不能怕死 没想到一语成诚 我就问他说黄小你不怕吗 因为他已经直接跟我说会爆了 他就说我不怕怕什么 他就死就死了 女霄回忆黄国栋的话悲痛万分 同样是打火英雄 一个不幸丧命 一个正在和死神拔河 希望全民一起为他集气加油 记者观众要陈卫军高雄报道 欢迎订阅